累死我 冬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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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床铺也被扑得整整齐齐 难道是你啊 这你不用管 你这要记住 如果以后再把家弄得乱七八糟 就立刻搬出去 好的 我发誓我再也不会这样 对了 这是什么 送你的手机 送我的 谁送的 你 难道是奖励我今天的策划案 我的老板还是蛮贴心的嘛 你多想了 这个手机呢 是确保二十四小时能找到你 随传随到 二十四小时不给关机 对了 这个手机呢 从你公司里扣 喂 喂 别人家的总裁助理都是公司配车配房配手机 你倒好 换我自己的签摆手机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样式吗 就你那品位 不是黑的就是灰的 肯定又丑又阴又难看 不是 你送我也就算了 你突然花我自己的钱买了 我自己的签摆手机 手机已经是你的了 摔坏了呢 照样要付钱 我还好没换 我还好没换 你别跑啊 老娘穿的是哥哥喜爱 你等等我 不要 你等等我 你别跑啊 来 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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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先是分 分 你让我立刻去做的十万伙计的事情 就是替你找狗啊 别别别 你知不知道 你怎么弄得这么脏 妈妈好伤心啊 你没有受伤 是你的狗啊 你是什么人啊 工作能力那么差 找个狗扫那么长时间 我的宝宝要是钓了你负得起责任吗 对不起啊 我不会对你的狗负任何责任的 我是顾承泽的特别助力 不是你的保姆 以后找狗这种事情能不能比 宝贝 这是我特别给你买的 宝贝 看看 喜不喜欢 因为我 哇 小云云 你怎么总是这么贴心 宝贝 你在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还没走 难道 你等着我给你小飞了 你 你什么你 给啊 哎 这给我买的什么啊 什么情况啊 怎么给我买一个烂蛋糕啊 这就是你的贴心礼物吗 烂蛋糕 谁要吃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宝贝都不会吃的东西 是不是 哎 妈咪在这儿呢 哎 是你的啊 是我是我是我 你们认识啊 一面之缘 海小姐 你们家狗狗还好吗 你好 我是顾承泽总裁的特别助理 我叫黎燕淑 主要负责Newface设计部的工作 我还以为你是顾景云跑者 嗯 她是老板 我是员工 你这么说到也没错 顾景云然呢 她怎么没亲自来找我啊 老板的行程 要她愿意告诉我 才能知道啊 我今天来呢 主要是代表Newface 来跟海小姐谈合作的 这是我们初步拟定的 合作企划书 请您过目 哎 来 给我吧 Newface是盛宏集团 非常看重的平台 我们这次不仅是 想请海莲娜小姐 担任我们的产品代言人 我们还想请海小姐 以设计师的身份 一起来参与设计 哎 我觉得她的提议非常好 你也知道 我们海莲娜 现在有很多代言和项目 都在找她谈 这不 眼下有个真言秀在谈 所以说这个档期啊 哎 真的是特别经常 喂 啊 哎 哎 您坐 坐 哎 你可以把你们这个方案 详细地说一下 恕我直言啊 模特儿的职业生涯是有限的 对吧 咱们不妨考虑做一些跨界的合作 拓宽一下职业的维度 这份计划书 对于海小姐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型机会 档期问题咱们是很好解决的嘛 对吧 这个都可以商量 嗯 关于广告代言活动呢 咱们就拍拍照片 做几个采访 什么都是可以见缝插针的 你的那个嫁属造什么书来着 哎 我忘了 说让我给你们妞肺子做代言啊 是吗 你不知道这事吗 可是我明明记得 她策划案上第一个备选 是林真真啊 能倒说 林真真没有同意 所以她又选你吗 你说什么 哦 抱歉 我忘记你和林真真是 不在同吗 嗯 你说得倒非常好 这样 我呀 回去把这个计划书好好看一下 争取呢 我们会尽快地促成就 你给我 我对你的计划书一点兴趣都没有 还有 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他可能听着临时有事你你你 海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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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怎么那么烦啊 可以走了吗 就得你了 顾锦云 原来是你在当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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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